据央视军事当地时间10月1日 俄罗斯国防部部长少一谷表示 目前进行的部分动员将不会征召女性入伍 此外 民办大决中已进行过国家注册的学生 也不在部分动员人员中 此前 罗斯总统普京发表视频讲话 宣布从9月21日开始进行部分动员 根据此前出台的法律 部分动员的对象是目前在预备役中的公民 其中存在武装部队服役 具有军事专业和战斗经验的人员将被优先征召 他们在被部署到部队之前 必须接受额外的军事训练 俄罗斯国防部长少一谷9月21日表示 目前的部分动员不涉及大学生 业务兵不会被派遣至前线 此次动员预计将征召30万名预备役人员